婚礼台 红彤彤一场 是喜是悲 高楼顶 白茫茫一片 是爱 是仇 婚礼当天 南方家庭为何一个人都不在场 典礼之前 新婚妻子可曾察觉丈夫异样 按照双方的回忆 我们试着梳理新郎在人生最后三个小时的生活轨迹 2019年3月23日 大婚之日 早上7点 怀有身孕的新娘在酒店化妆 新郎离开酒店接父母来参加婚礼 7点34分 新郎停车进门见到父母 到我们家帮我搬两招线 他妈给他坐着土豆拿鞋子 在我们家吃着饭 当时走是乐呵呵走的 8点54分 新郎出现 独自一人上车离开 从9点半起 娘家人轮番给新郎打电话 无人接听 新娘家的楼道里时不时响起电话铃声 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顶楼窗边 B字的空间里一个人抽着烟 窗外是炸暖还寒的锦州 往南不远是婚礼现场 楼北过了林河 自己的父母正在打理生意 他是在15楼的走廊过道 15楼的走廊过道是这种窗户 他是把这个窗户硬掰开挤出去的 当时警方给出的结论 就是说他是跳楼自杀的 警方在勘察现场的时候 地上有17根烟头 15楼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脚印 本就不存在于说 什么是否有人推他下去 谋杀这些东西 因为我对先生的体格比较靠 就是这么一个小窗口 他但凡拿手指着两边 谁想推他都推不下去 对我老板看完之后 我相信大家也都是非常的不理解 尤其是他的父母 就是说我们给孩子 已经创造了很好的生活条件了 你看在锦州有车有房 孩子身手要钱的时候 从来就是没有小气过 对吧 孩子生活其实已经各个方面都很不错了 没有经济压力 而且也特别的聪明懂事 而且呢 娘家人也说了 说从来没看出新郎犯愁啊 新郎还跟这个新娘的说 到时候给我家留20桌 我家亲人肯定会来 那大家就存着这样的疑问 就说他为什么会想不开 我觉得这个新郎面临着双重压力 当天早上去来上父母那去 乐乐呵呵的还帮父母干了点活 我认为那一段就是个告别 他不是来告别的人 他是说不出狗 因为父亲非常强势 肯定反对过他们这种恋爱 包括婚姻 他已经答应好了说 我肯定把婆家钱带了 包括我的父母 但是他张不开口 他怕遭到拒绝 因为有父母成长环境就特别好 这样的孩子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抗压能力特别弱 他性格肯定会有他懦弱的一面 对对 抗压能力弱的人 就容易出现这种事情 靠我把他叫男孩 因为我认为他所做这些事都不成熟 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 就真正心理上成熟的那种男人 那你想他跟父母这种矛盾 他采取什么方式来解决呢 他知道父母爱他 他也可能知道新娘也爱他 那么好吗 你们都爱我 你们都挤兑我 没有人支持我 我想要这个一个快快乐乐一个婚礼 你们不参加 那我不想结婚呢 那女的方说 你父母不同意 我也要这个婚姻 那男的没法交代了 那我好吧 我毁灭自己 他知道父母失去他 得多悲痛 也知道女方失去他 得面临什么 我想他就是对双方的一种惩罚 我们的记者也都见到了当时的双方 双方都是这么认为的 说我并没有给这个死者任何的压力 我们并没有说是去强迫的去怎么怎么样的 而且双方也都认为说是死者在一定程度上也隐瞒了自己内心当中一些最真实的想法 只能说让我们特别的感慨 就是这个人其实是比较脆弱的 还有就是人到中年之后来自各方的压力都集中在一人身上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 纠缠不清很难理出头绪了 在接近尾声的时候还是想问一下张律师 最有争议的这183万可能会是怎么个分法 如果这183万那被认定是儿子的财产的话 那其实在法律上很好进行分配 因为无论是根据这个继承法 还是明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的民法典 那都规定了这个儿子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 配偶也就是儿子的新婚妻子 父母还有子女 也就是这个儿子和他前妻所生的孩子 那都有继承权 那分配的原则是什么呢 平均分配 当然如果在继承人当中 他们能够达成一致 能够有约定就这个遗产的分配 能够做出一个和谐的这种处分 那也可以打破这种平均分配的这样一个原则 而是按照各方继承人自己的约定 来进行遗产的分配 其实在采访当中 我们的记者也发现在重大的利益纠纷当中 双方敌对了一年多 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每个受访者他对细节的描述 都很难被认作是事实 当然我们并没有指责某个人 在镜头前撒谎的意思 相反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被采访人 他身上所承受的这种巨大的痛苦 而这份煎熬并不是普通的观众或者网友 能够想象得到的 这些案件其实在法律上很容易裁判 最后的裁判结果也许对各方当事人来说 也是一种安慰 因为在法律上毕竟有了一种财产分配的方式 但是我想当事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熟是熟非 恐怕不是这一纸判决能够充分化解的 都是受伤的人就不要互相伤害 我真心地希望你们能给对方一温暖 在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执当中呢 努力获得的现在是身负骂名 而不愿失去的反而失去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